拍吻戏我们倒不怎么笑场 你说楼道吻是吗 楼道吻是那天真的是因为 我们俩都没有拍过那么程度的 然后导演要的又比我们展现出来的 要更加奔放一点 所以就笑了 也是不大好意思 观众你没见过这么大渠度的 希望让你们开刷眼界 希望让你们开刷眼界 因为你要演三文戏的时候 都是什么准备的 来 天心帮你那个东西给我 这个有准备哦 这个东西是罗老师安理给我的 他只是安理给我一款口香糖 但是这款我觉得很适合在拍吻戏前的准备 它是一个纸片一样的东西 它往嘴里一放它就会化掉 清新的口气可以留很久 因为我们吻戏比较多嘛 拍之前我们俩会有一个特定的动作 一开始这么吃的 他后来就说来 来给我一片 就这么吃 白鹿女演员的包袱剪一下 然后它是这样一片 安理给所有要拍吻戏的演员们 光临给他自己 读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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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但是葡萄汁是 全景中景特写 再加上我这边的特写 喝了挺多的 反正因为罗老师是一个晚上6点之后 他不爱喝水的人 他怕肿嘛 然后那天应该已经过了6点拍了 所以我感觉他非常头疼 你看到我在话室里面说 你准我就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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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鹿 我很开心他喝了那么多水 我希望他能胖一点 然后第二天就可以觉得我瘦一点 这边就很希望罗老师饮胖了 我每天都在给罗老师投喂零食的 我狂想要把罗老师给喂胖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 你可能这么看我上镜 可能不会觉得我脸小 其实我脸挺小的 但我必须要跟人家形成对比 就才能发现我脸小 而且我是有这种有棱角的脸 就是有一点偏方 所以我上镜不会说看特别瘦 但他是因为他脸窄 然后下巴又长 就整个人上镜看上去好瘦好瘦 又很羡慕 我其实很羡慕他 真的 真的好瘦哦 哎 我又穿着素腰呢 哈哈哈 你也有搜狗 好的 如果说你去给大家 吃点一个蜜糖这个片段的话 你去给大家看 就是 嗯 雪中无眼吻那个片段吧 我觉得那个片段还是拍的 蛮代表的 在我们蜜糖里面 这个表的农点是 你想 你想开车 哈哈哈 我不喜欢 危险发言啊 你开的时候 你有一瞬间的动心啊 我几乎好多场戏都在动心啊 但我觉得我动心是应该的 就是我真的进入了角色 就在戏里面动心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 这样我们才能完全的把这对CP 是怎么填的去展现给观众 你说的说换组的时候会很开心吗 就是在一个组那组 我元帅不在 然后我说我转组 啊元帅在A组 好开心啊 然后过去见元帅了 就已经入戏到每天看到 罗老师看到元帅 就会觉得很开心 心情很好 嗯 我们那段时间应该都这样 戏里的天罢了 我应该是队长吧 比较话 话比较多 罗老师是什么任何担当 高汉语是舞丹 主舞 还在有三个跳舞什么吗 高汉语等于罗云熙大于百罗 他俩不一样的风格 高汉语就是那种power有力量鞋 然后罗老师以前是专业学芭蕾的嘛 我这是个业余的 我这是个业余的 你为什么知道自己是业余当的 就跳舞真的只是我平常放松的一个爱好而已 我知道我自己能力在哪里 跟人家比起来肯定还是不专业 你什么时候你来跳舞 比如说那个女团出了个什么舞 我就会自己看视频在那巴 然后就一个个舞这样跳出来 只当做一个爱好在跳而已 你韩语也跟我学的对不对 对 就听着听着就会了 我是这样演变的 是听着听着吧 发现能听懂了 然后呢就发现会讲了 会讲了以后 我就再去把那些什么 比如说什么原因啊 他们有种分布啊 去学了一下 可能摆一句韩语在我面前 我可以按照他的那个字母来读出来 这句话是怎么读的 但我可能不一定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这是个词汇量的人问题 所以你就说韩语还有其他类别吗 我很容易被语言影响 比如说我有好几个朋友 张欣 然后张艺杰 他们都是广东人 然后我就会 比较爱听粤语歌 然后我有时候会让他们纠正我 说这个发音怎么发 有一个助理也是个广东人 那你自己是广东的招口币吗 狗狗狗狗 谢谢 很开心 我会选元帅吧 我比较适合生活上就跟我伴嘴啊 玩到一起的那种性格的男生 然后周深成特别特别好 好乍天啊那种 就是我在拍一生一世的时候 我一直在说 我拍完毕章已经觉得 世界上不可能有元帅存在了 我拍一生一世觉得 这世界上更不可能有周深成存在 就好诈 但是如果跟我这种 诈诈糊糊的人 还是元帅比较配一点 他做过戏之后 我给你100人最接近的女生 将军 自从拍了米堂以后 我这个问题就永远有了一个答案 就是将军 因为我将军真的没咋去演 我就是用我自己再放在里面的 你觉得你是说说 其实 其实如果说的更精准一点的话 我是半天秤半处女 因为我那一天是天平第一天 所以所有人给我算星盘 我都是处女座 你像自己做的这个是什么 我洁癖 但是我只对别人要求 我自己可以 其实我给选择恐惧 对 我很多时候会比较纠结 我每次看外卖 最起码半小时以上 我才能确定我要吃什么 真的 那你像我今天晚上吃什么 今天晚上吃什么 我不吃了 我马上可以 我明天要穿礼服开玩笑 或者再吃了 我零零散散刚吃了一些炸鸡腿之类的东西 猪蹄 猪蹄 白鹿女演员的包袱剪一下 好的 那是有什么改名 没有没有改名 是这样的 是大概一二年的时候 我有两个号 然后一个号就是专门是 就是追星的学生 然后一个号是我自己的号 就是专门发我自拍 然后我把自己的号改成了 现在的微博名叫白鹿M1 后来包括去做模特去拍小视频 都是没改微博名嘛 后来认识余老师以后 余老师说白鹿会比较好记一些 对比较有特色一些 然后就用白鹿出道 假如你休息一天时间 嗯 就这样 推托逛个街吧 可能 你一般出门不大带化妆 朋友叫我出去 十分钟 十分钟 就是看一下穿什么衣服 然后随便配个帽子 走了 带个包 我不爱化妆 我不爱化妆 我真的不爱化妆 我不爱化妆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化妆 我是不喜欢卸妆 不喜欢卸妆 我就回到家 我喜欢洗面奶一呼 就洗个头去睡觉 我觉得卸妆好烦 我觉得卸妆好烦 平时需要化妆的点 也只是想要遮一下黑眼圈而已 有什么区别的发店 你在问我这个问题吗 你在走去发店上 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脱发的技巧 可以告诉我一下 我脱发真的太多了 不是 我这不是 真的不是拉手痕 让我们来听听头发多的苦恼 您不知道我现在的头发 我是做过软化的 因为我现在这部系的造型 是披下来的 我如果不软化 我整个头发是方形的 因为我这儿特别 我两个弦 就是这两边都是不弦 就我要做现在的系造型的话 最好还是要扎起来 不是用线条的自己弹 你不懂头发多的苦 真的不懂 那你也不懂没有头发的苦 是 但我觉得用那种生姜洗发水 是有用的吧 我觉得 没有用 不懂吗 不想听好任何几层的身体 好吧 世上没有真的感同身受 如果说五年之后 会有那种成功化 和姐姐妹的这东西 你会觉得太大 可以去试一下 我觉得 试一下 试一下 你还想长一层 那肯定是 那太累了 那太累了 太累了 我觉得 做一个职业 顶着对的系统职业 我在没有那么专业的情况下 我要上台去做女团的话 我觉得我是对这个职业也是挺不负责的 那肯定是不负责的 我做了 我做了 你做了 我做了 我做了 这也太复古了这些 因为姐到这里呢可能会有你摘过的 是有但是你们准确地避开了会跳到他们的所有的歌 是我们的错 你只放一句我就接一句是吧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 你的脸慢慢贴近 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醒 我喜欢你爱我的心 庆祝我没感受这个意义 我好想起高了 却无法习惯被依赖 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 相信爱的阵途就是星辰大海 每秒都在 用你入怀 全世界你最可爱 他说过的话有没有兑现 他现在又站在谁的对面 是要让你站在暴雨中的街角 要令个整夜 你也唱了 你们现场可以教学一下风土鞠躬吗 嗨 其实我跟你讲 那时间正好是 我送虞书欣口香糖上了抖音的热点 然后我那个点赞层那么高的 其实我看人家都聚得比我好看多了 我是这么聚的嘛 然后其实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 直阵直阵下来 这样子会伸越来一点 然后我 然后 然后 刚才我头整一个扭 扭了180度下去 这点是最苦难 因为他还蛮多吻戏的 还好 我觉得吻戏也是演员工作的一部分 其实拍的很太幸福 对 对 对 不是饿 是我肚子跟常人的肚子不是一样 刚吃完饭 要消化的时候 我之前还拍过 就会用很响很响的声音 真的 我的肠胃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 白鲁女演员的偶像猫腹剪一下